如何看待占中这件事情 我们特别找来了两位专家 第一位呢是可能美国里头 中国问题专家里头被认为最权威的 也是纽约时报 还有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媒体 包括在Time Magazine都引用的Larry Diamond 他现在在Stanford大学教书 另外一位呢是出自中国大陆 当时在Princeton拿到他的博士学位 现在在Brookings Institute工作的 中国问题专家李成 我们特别在华府访问他 他从1978年观察中国的开放 研究当时官僚体系的改变 特别注意他的政治经营领导者里头 一些思想的改变里头 他判断在现在北京的领导阶层里头 他会如何处理战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华府 张国华所带回来 对于李成所做的访问报道 学生主导民主抗争 北京是熟悉的 民主败败 人民败败 25年前是六四天安门 25年后是回归17年的香港 占中学子向北京说不 不要假科学要港人治港 这才是他们接受的一国两制 英国经济学院杂志评论 香港风暴是中共面临自天安门以来的最大危机 必须采取最有智慧的方式处理 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学者戴蒙德 近日接受纽石访问时释出这样的论点 要和平解决唯有协商 习近平倘若愿意并循序渐进地给予香港民主 其实是可以预先阻止战争发生 但习近平没有让步 一场规模超乎北京预期的香港抗争 余烟上也会落幕吗 美国部主金斯学会学者 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承提出见解 维持香港稳定的发展 维持香港作为整个东亚 甚至是世界的金融中心 是香港和北京的共识 也是双边共同利益之所在 北京国会希望让全世界看到一个失去秩序瘫痪的香港 如果我们看中国的版图 香港在中国的版图上面是很小很小的 但是如果说金融的版图 我的一个好朋友 IMF的副总裁朱铭说 那就是不同了 香港的金融版图就像中国大陆的版 而中国大陆的金融的力量 目前来着就像香港那么小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是共同的利益 不仅是中国大陆的利益 不仅是香港的利益 而且还是很多周边国家 包括全世界金融业的利益 来维持香港的稳定的发展 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共同的利益 这就是一个机会 谁都不希望一个社会是瘫痪的 谁都希望一个政府它行使一定的权利 而不是滥用权利 我觉得这方面基本上是能够发 找到一个切入点 所以还是刚才讲到 最终是看香港的民心 看中央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智慧 看香港行政部面的克制 我觉得最终 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是有很多的机会来解决 因为谁都不希望这个事情 就延续很长很长时间 那么该如何平息香港民怨 李承给予建议 距离2017年普选还有三年时间 北京应该好好思考 如何调整对港政策 或许是建立有区域特色的港市民主 不管是香港台湾或者其他东亚地区 已经发生的或者即将发生的一些变化 包括中国未来以后的民主化的发展 都会有它的亚洲的特色 有它东方的特色 这跟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 在拉美在欧洲和美洲的民主 日本的民主都是不一样的 它必须跟当地的历史背景 和现在的整个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相联系 所以你期待西方式民主 这本身是一个错误的命题也许 但是同时民主它必须有它的几个基本的东西 包括法治 包括公民社会 包括媒体独立 而且还有一个选举 但选举的形式是有所不同的 现在的争议就是香港的民众认为 所谓的在目前的情况下面一个提名委员会 或者是改变了这是当时他们所期待的 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它必须 如果你看基本法或者看其他的一些条例 当中确实有一些东西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而且香港的民主政治 即使美国的民主实际上也不完全是一人一票的形式 因为通过这个形式以后 还有一个选举团的制度 所以怎么寻找到香港最好的民主的方式 这个我觉得是未来几年当中有待观察的 好在这个事件是在现在发生 还有三年的时间可以做酝酿 我希望2017年的选举能够说服民众 这个选举是真正的有竞争性的 而不是完全指定的 是有选择性的 而且是给香港的民众更多的信心 同时它也会带来中国今后大陆的民主化的方向 而不是相反 李成始终认为 从法治面解决才是北京的可行之道 尤其在战中以升高为国际事件的形势下 北京最终若强硬镇压 将引发港人反弹 招来国际攻击 会是双输局面 北京的态度该是从已发生的事件中 学取教训以避免更大的冲突发生 经济学人杂志则说 讨若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控制得宜 会在中国统治时的改革上留下定位 就看他决定如何写这篇历史 而我们今天为大家阅读的杂志是 Time Magazine Time Magazine特别刊登了Larry Diamond 在看到从928开始 香港全面的战中 也就是整体的所有街头瘫痪的情况以后 撰写了一篇文章 登在这一期的Time Magazine上面 那么用的标题是 习近平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位共产党的领导者 但是我看他的内容里头 并不太正确的包含这句标题里头 所想要表达的意思 为大家来整理他这里头 几个最重要的观点 第一个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是 事实上这一场战中行动 它很重要的是香港人的认同危机 香港并不希望由中国的北京政府 直接管理香港 他们有认同危机 港人本身有强烈的港人意识 所以他们渴望基本法里头赋予香港人 自己治理香港的自治权可以完全落实 换句话说这个认同危机里头 它并不是一般的地方意识 它很清楚的 是强烈的自治意识 香港人有非常强的认同危机 他并不接受由北京跟中国政府 直接的来管理香港 香港就像当时邓小平所说的 马照旗 舞照跳 更重要的是香港人要由自己来管理自己 而不接受由北京来管理他们 因为他们希望他们是港人治港的自治状况 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一次 Larry Diamond的看法是 人大在六月份所通过的白皮书 以及在之后八月所通过的普选法案等 彻底的进入了港人 当时公布白皮书之后 7月1号已经有将近50万人上街 表示他们拒绝这样的一个 所谓有提名委员会性质 或者是所谓要爱国爱港人士 才可以当特首的原则 他们要一个国际原则性 国际普遍上所能够接受的选举方案 那么50万人和平示威的声音 在7月1号北京没有听见 然后在8月的时候再度的提出来 普选办法毫无改变 最后还是用提名委员会的方式 最终激怒了港人 港人等待普选已经长达17年 结果等来这样的结果 从1997年回归直到现在 从7月1号的和平示威到现在 终于走向法律边缘 所谓公民不服从的全面战争 跟瘫痪街头的情况 而Larry Diamond对这个情况的最后的 他个人对中国问题的判断 他对北京习近平可能采取的方法 被相当多的包括New York Times 大概引述了他的谈话 他们说习近平是不喜欢退让 可是我看Timex的文章里头 他正确跟完整的说法说 像港府呢当时用87颗催泪弹 是镇压更激化了港人的情绪 那么中共现在面临的是天安门事件之后 最大的群众事件挑战 他认为习近平是不会退让 他说既不会退让 但也不会镇压 这是Larry Diamond的全文 除了Larry Diamond的判断之外呢 是中国外交部部长 也是前国台办的主任王毅 在美国的正式谈话 王毅对于国际媒体 对于这次战中全面的报道 他说这是中国的内政 不允许其他的国家指指点点 特别呢他影射的是美国 因为美国在香港领事馆呢 有高达将近一千名左右的职员 对他而言 他认为美国在这个事情里头的介入 是非常明显的 而王毅在这次的谈话里头 更值得注意的 他认为他相信港府自己可以解决问题 言外之意就是北京不会插手 更不可能派解放军 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清晰坚定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各国多因尊重中国的主权 这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 我认为任何国家 任何社会都不会允许 无视法治 破坏公共秩序的非法行为 美国是这样 香港一样 也是这样 我们相信香港特区政府 完全有能力 依法来处理好当前的时代 发展白权 坚定 卖子